台南依略游 哪裡有鱷魚 這裡 哪裡 帶我去 人來救我 嗨 我被吃掉了 我們現在人在台南佐鎮化石園區 去看看遠古前的化石 你看它這全部都是恐龍的骨頭耶 真的耶 這一個超厲害的 它整片整片的都是梅花露 超可愛的 它這裡有五個展館 每一個展館都是不一樣的特色 地上都有足跡的動線 我們從12345慢慢走下去看吧 這隻是什麼 有什麼 那個犀牛 對 中國版的犀牛耶 這個是介紹你化石怎麼形成的 你們轉動的時候 沉積的時候會敷上來 有沒有 下面有泥巴 佐鎮也是台灣最早期發現大型的地方 就有很多他們挖掘化石的過程 可以進去嗎 海上的牙齒 西印度海泥 第五螺就是這個啊 化石爺爺說故事 化石爺爺是誰 化石爺爺是陳春木 這輩子他就是一直在收集化石標本 表出一些化石說台南這個地方有什麼樣的動物曾經在這 所以這也是蠻特別的 西拉雅文化 對 是要改變的 對 以前的人使用的餐具 以前的人使用的娃娃車 以前的小寶貝睡得嬰兒搖籃喔 生命的起 這裡是演化的天空 上面有29隻古生物 古生代 中生代 新生代 所有的動物的演化石都在這裡 漫長的演化石 很多生物已經絕種 看不到囉 古生代 這個叫做奇蝦 是魚食圓 這個 你剛摸的這個 一直脫殼的就是三葉蟲 中葉蟲欸 它是義尺喔 義尺 它也是古生代 鋸齒 鋸齒 中生代 鋼齒 中生代 鋼齒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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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生代 它不是恐龍 鋼齒 新生代 它有好幾種 蜘蛛馬 這個是新生代的 長毛巷 在很冷的地方生存 屏逼海豚 海豚也是新生代的 是三葉蟲 喔哟 oten 要脫下 渾 好 我要翻點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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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可愛喔 腳超小的 然後孔龍腳這麼大 孔龍腳一個爪子都比我走大 特爆龍 四號館了 我們要參觀化石館 好可愛喔 其實大陸喜歡一塊的香臉 耍根靠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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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這讓你看那些 那些化石 以前從來不知道 原來台灣也充滿化石的地方 我這個化石園區 它把整個遠古世界 化石都集中在這裡 帶小朋友來還蠻豐富的 一日台南來這裡 真的是耗上一整天欸 而且它真的好多可以玩的東西 這個小葡萄跟小橘子 一直在發瘋 蚊頭骨的化石欸 嘴巴長得好奇怪喔 長毛象吧 大象的化石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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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知道它為什麼一塊一塊的嗎 因為這等於它挖掘的時候 可能只有找到這些片狀而已 如果是什麼 3 2 4 4 5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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6 5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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6 5 0 然後它老虎 摧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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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是Facial Mom 喜歡我們今天在 財南左鎮化石園區拍的影片嗎 如果喜歡我們這支影片的話 麻煩幫我按讚分享 訂閱我的頻道 掰掰 我們要去坐飛機了 可以跟大家說掰掰嗎 掰掰